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TYT台风少年团 对五四青年节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悟? 不一样的感悟就是大家又比去年大了一岁 所以责任就会越来越大了 你眼中的五四精神是什么? 我也觉得五四精神就是青年人在步入青年这个阶段之后 更加思考自己对自己的未来 还有对社会的工作一些什么问题 我的话就是积极向上,热血青春 自己有很喜欢的偶像或前辈吗?给你带来了什么? 我的偶像是我的爸爸吧 因为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善良,有礼貌,要正直,要坚强 所以我就一直按照这个行为来督促自己吧 比较喜欢宁枝老师的 就可能做自己,然后会想着自己在做的事 我比较喜欢易锦仁老师 因为看到打球的话,在电视上看到打球的话 总能感受到他在球场上的英子撒爽 你们觉得作为这个时代的青年偶像最需要具备的精神是什么? 传播正能量,还有关爱他人,讲究诚信 我觉得得具备上进心,保护学习听听听看 在这个节日之际有什么想对广大青年说的吗? 就是做事要敢做,要敢想,要勇于去做 就是不要怕做错,做了一定就会是好的 青春只有一次好好珍惜 要专注自己,然后专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专注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坚持下去 坚持自己的主见,然后多为社会做一个供应 然后我的妈妈就觉得趁现在大家还年轻 然后就好好学习,以后包装做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